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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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学一下应该非常有意义 光得到一个传承还是不行的 所以你们应该在坑布坑布面前好好地学一下 现在很多人都根本不懂一知三知识的方法 如果这样你学了很多法 但是真正能不能成就很难的 我翻译《如意宝藏》当中专门有一篇 以前是我们部分的给大家发过 我们坑布坑布们也是做过辅导 少部分的 现在虽然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但以前我们的上师们特别重视一知善知识的 那么这一点信心修习大书当中也有 前行当中也有 但是《十四五十识》里面有非常关键的一些教言 这些教言是以前我也翻译过宗喀巴大师的诸书 今天我传的是这是一个颂词的讲解 这样我们下一次你们也好好地想一想 一知善知识的过程当中具体是怎么做的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这一道文字的文字还要算是怎么做的 目标知也不舔一点 这个文字是我们可以自于靠近的 《十四五十识》里面有一个具体的生意 所以这种是自己 质述病的 那是要重新的信息 但是我们下一次的信息 那这第一文字的信息 因为不是板独大书 所以我们从来是不是 当我们必定是 我们直接这样 让我们带羊 我们能在乘 我们进行 我们在乘 那些 巧克嘆 我们在乘 在нут标 您的 我们都要 我们的 loose住筋舔的重置 在用 dilemma的事情 有純粹的帖和嶙扑作 lets用任何必须的 有些意见的 その方法是原本的 对 Ugandan 在那边 有 Cherry 可以下周下 这组型 frustrated 即 empathy 果然是 对 你 说 muted 当萝卜面称来自 谐言美 这样的语言 周 fundament 我们就能理好 一切都到了 一切就可以了 一切都当然 看起来 与 their citizens gele製的人 人esa登 障了而来 他想过去想他 他是什么要讲到去 学ы 按 corner 如果 Kraj 这在水道里者和orus像的一部分 去看除那个调停 Week baixo乓 ind deficiency 看一眼og metres pris在了眼前 rig流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下面讲苦乐转为导用 前面苦乐转为导用他的 俗义和论义和摩义分三个方面的话 论义主要讲苦转为导用和乐转为导用 第一个论义当中的苦转为导用 四数当中苦转为导用 胜义当中苦转为导用 那么这两个课判前面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乐快乐转为导用 讲这个道理 我们今天第二快乐导用也可以分为 就是依靠世俗而导用 还有依靠生意而转为导用 两个方面 因此前面的苦转为导用 很多人可能应该有感受 大家都觉得好像在学习过程当中应该有收获的 如果没有往这些窍诀一直能坚持下来 的话将来得到痛苦不但不怕甚至非常欢喜 还有时候我们要祈祷三宝或祈祷鬼神 你们有本事的话就给我降临痛苦 降临恶缘 降临违缘 如果有把握的话 我们会这样的 一般来讲 穿这些甚深的法 有时候可能我们确实也容易感受痛苦 那个时候也是诸佛菩萨给你的一种赐予的悉地 苦乐转为导用的痛苦转为导用的时候 如果你产生极大的痛苦的话 这是说明诸佛菩萨加持你 给你特意的一种悉地 应该感到高兴 我现在修法真的是有意义了 三宝加持 最近我心里特别痛苦 也可以这么想 当然我们修行也是依靠自己的 以后我们也希望大家真的把这些法融入心 如果法融入心的话 短短地这么一个窍诀 也许你这一生当中 真的是变成一个修行人 我自己这么想 这次可惜我们人不太多 不像前几年一样 那么多人有闻法的机会 但另一个方面来讲 人少一点也是可以的 只要得到这种法 甚至我们后面的一些 这些音频也好 讲解也好 这些能看到的话 也许可能很多人 真正痛苦转为道用 以后都是在修行路当中 不容易退转 那这样的话 我们学法确实是很有意义的 不一定时间非常长 不一定有特别高大的一些言辞 不一定 看起来可乐道用四个字 但实际上你真的 如果特别精进的话 也许是短短的 我们这几堂课当中 也会达到真正的意义 如果你没有精进 没有那么深入的话 即使过了很多年 也许也不一定有特别大的改变 《法愿诸礼》当中有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人受百岁 戴度不轻 不如一日撤离身心 人如果受一百岁当中 携带不清净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你一直是 比如说有些人 已经在某个上师身边 都得了二十年 三十年 这个也不一定 你只要不清净的话 不一定有意义的 甚至可能有些人 到最后生邪见的话 你们也知道 前几年有些一直上师的人 已经在上师面前33年了 到最后不但生邪见 还诽谤 最后自他都已经毁毁了 那这种人确实 今生来世都没有什么意义的 如果是很精进的话 哪怕是这样一个 短短的教言实际修持的话 只有一天的时间 你就非常鼓励自己的身心 很认真地去学习的话 也许他的收获也是毫不穷尽的 前辈大德们的有些求法的确也是 是好像时间都并不是很长的 我那天说是恰罗扎瓦 他到印度去 只有几年的时间 但是他回来以后 真正能弘法利生 真正能得到了法药的 发现大师他去印度 也待的时间并不是很长的 而我们有些人 已经超过法现去印度求法的时间 法王如意宝也是一样的 在那里失去 待的时间都不长 《传记》里面讲的 只有六年的时间嘛 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 你要去求法的话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有种种的违缘 也有一些苦难吧 但是你真的要越过这些苦难 你深入地发荣入心 以后肯定能弘法利生 我想机会应该是有的 你们尤其是现在这边的一些年轻人也好 这些人好好地 自己的心跟法融为一体的话 将来应该有更多的一些机会 现在虽然我们有时候 世俗当中的时代也好 社会会有变来变去的 就像春天的天气一样 包括夏天的天气也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藏地的天气 一会儿太阳特别大 就觉得说好开心的 一会儿开始下暴雨 打雷 过一会儿也是万里无运的 所以我们的整个时代 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 有时候觉得 什么可能机会都没有 连我自己都是不知道 以后变成什么样 但有时候那种机缘也会出现 这样我们只要在内心当中真正是有一些 包括非常简单的 苦乐转为道用的这些 你自己有所境界的话 你一定会把这种道理分享给别人 你自己都是没什么兴趣的话 那你不一定给别人分享 即使你分享 你自己都没有修 自己在这方面没有去探索 对别人也不会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我想以后 可能大家确实这个法很有感觉的话 我觉得是 虽然我这次穿的范围不广 只有这几个人 你看都是莫眠人 一般这些莫眠人 只要把鼻子盖住的话 人都认不到 最重要的是 鼻子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鼻子一盖住 一般小偷一定要有鼻子盖住 鼻子不盖住的话都不行 但是有些道友戴口罩的时候 鼻孔露出来的话 肯定是不好的 戴口罩或不戴口罩 没有什么意思的 所以我现在这个范围不广的 但我想再过十年 再过二十年 再过多少年的时候 我们这里也是有很多人 把这样的精神 也会传到世界的各个地方 一定会有这样的机遇吧 这个时候你看看 非常短暂的苦乐转为 非常简短的苦乐转为导用 如果现在世间人真的得到的话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可能超过多少多少的金钱啊 你一个人给了一百万的话 他会不会快来呢 不一定 他买一辆车 车也是可能一百万也买不到最后的 什么宝马奔驰 什么莱斯老师 更不用说了 一般的那个 可能买不到好的吃 如果你把苦乐转为导用 真正是对一个人好好地 他能了解的话 也许他在这一生当中 他这种智慧是一直随身着 一直伴随着他 最后他离开死的时候 也是非常快乐当中离开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不说什么大法 无不大论 续不等等 像这么一个小的法 如果给别人得到的话 这就是一个精神上的财富 这种财富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想前面要跟大家讲 大家一定要学的时候要认真 我们以前在上师面前 学任何法特别认真 应该可以这么讲吧 那个时候确实 条件还是很苦的 我有时候想着想着都是 那个时候真正的 现在比较起来都是苦心的 现在我们一会儿没有点的时候 好痛苦啊 那个时候不要说点 我们烧的木材 整个拉荣的周围 山上去踩那个树芽芽 有时候树芽芽特别适 怎么样也是点得点不软 我有一个叔叔 有一次我住在一个泥巴房里面 那个什么 泥土房 也没有什么 那个时候窗户是什么呢 我们有四个木板夹在一起 这个是窗户 里面盖着一点塑料 里面有点白光 这个是窗户的 然后我住在这样一个特别破的土皮房 土皮房有一个 我的父亲的哥哥 叔叔 他有一天晚上住在我那里 他就看我特别艰苦 他是比较 人比较可以跟我父亲不同的 我父亲是很正面的那种人物 他哥哥是非常反面的 他特别反对我出家 他就烧火 我烧火的时候 怎么样也是点不软 他看着看着 他就特别不高兴 你本来可以直接享用老师的工资 你跑到这里来这样 你有意义吗 因为他自己有点饿 他要吃东西 但是我一直是颠不燃火 他就特别不满地说 你这一生当中 是你最大的错误的选择 然后他就给我举了几个例子 当时我跟我的同学 那个人 他们都是一个月当中多少钱 你看你现在在这里 你要过这样的生活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真的有点苦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是 学得应该很深吧 当时觉得是因为这边 世间法方面 觉得什么都没有成功 全部都放下来了 在出世间法方面 还是应该努力的 不然好像觉得自己都是 特别失败吧 所以更加努力 尤其是亲朋好友特别的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他们还是很反对的 很多人都很反对的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应该是有时候需要自己 撤离自己 应该是鼓励自己 一定要学到法 以前汉地去印度的那些高僧大德 真的他们勇敢的精神 我们后人还是很值得佩服的 我都有时候看法尊 冷海 大勇 还有很多的那些 入藏的这些大德们 他们有些是很出名的 有些一点都不出名 但是他回去以后 他在自己的周围 当然弘法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我想不管怎么样 我们学的时候 一定要学得深入 踏实 不要一直被各种各样的散乱 没有学到法 那这是不合理的 我们并不是为了 享用快乐而过生活 应该是得到佛法而过生活 这样是有益的 我们吃的 住的 睡的 这些怎么样都可以 只要是能过得下去 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们有些人吃的方面 住的方面 特别特别在意 跟很多金刚道友天天吵架 这个不满 那个不满 真正有意义的法 从来都是不贪求的话 确实有点可惜 我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 现在自己都是转都转不回来 有时候开车都是很迷路了 开了很长时间以后就返回来 所以下面讲 首先是第一个 依靠世俗使快乐转为道用 首先因为它有生意和世俗两个方面 以世俗来转为道用 快乐也需要转为道用 我们有些想想 痛苦可以转为道用 快乐怎么转为道用 越快乐也不是很好吗 有什么可转为道用 快乐最好不要转为道用 让它快乐吧 但实际上是快乐也需要转为道用 当我们遇到什么呢 快乐 或者说快乐对境的外缘的时候 我们自己特别特别的 有名声 有财富 健康的身体 特别快乐 自身内心当中是特别快乐 或者当我们遇到了一些快乐的对境 外面去刷靶子的时候 南天白云 什么样的吃的也好 穿的也好 自己觉得自己长得也非常不错 实际上我应该是最成功的人 在这样美的气氛当中 会有这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转为道用 是什么样的过失呢 如果随着他转 没有转为道用 让你不断地快乐 这样的话 很容易迷失 其实痛苦的时候 我们自己对自己要顾虑 我一定要 你看遇到痛苦 我一定要坚强 但快乐的时候 自己都特别放纵 放纵以后 人很容易堕落 所以说如果他没有转为道用 随着快乐转 那么会越来越增长什么 增长傲慢 增长自慢 还有懈怠等等 修道的障碍 这个的确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没事 只要快乐的话都不要紧了 但确实是快乐的时候 我们人都往往特别傲慢 这个时候自己觉得 自己特别的了不起 卢西法小义 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西方一个很出名的 叫卢西法小义 卢西法小义是一本书 美国那边一个心理学的学者 他造的 他为什么那么出名呢 实际上是他这个 也是快乐转为道用方面的 可以说是从世间的一个案例 他当时是什么呢 斯坦福大学的有一个教授 他为了研究和誓言 他们里面有好像二十四个学生 每天都是给他们 给十五元钱 做一个誓言 为其两周的誓言 这两周的誓言当中 他是怎么呢 这二十四个人分成两个族 一个族是囚犯 犯人 一个族是御经 监狱里面的警察 十二个人是警察 十二个人是囚犯 然后让他们扮演真正的 囚犯和誓经这样的人来做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是比较 可能因为都是学生 都没有什么的 但是经过大概一周的时候 每个人真正已经变成这样的 那些愚经把他们打得 残不忍度特别暴躁 然后那些囚犯 他最后都是特别自卑 自己伤心 脆弱 这样的 到最后就没办法为其两周 他中间就输回来了 这说明什么呢 我们这个人 虽然你不是那么伟大的人 但是自己有了钱 有了名声 有了地位的时候 真的自己认为是这样的 这个道理我是很有感觉的 有时候比如说 我们选一些发行人员当中 你是领导 你是被领导 刚开始的时候 有点不好意思 到一定的时候 哇 我是领导啊 那真的自己 刚才不是有些当囚犯吗 有些当那样的人 我们很多人都是 原来在一些佛学的小组当中 你是组长 刚开始好像还可以的 然后过一段时间 真的你有了地位的时候 人完全都已经变完了 跟以前他的亲朋好友都不理不睬 让他自己扮演真正的一些 国家领导的姿态 这个是很容易的 人一般是 当他有了名声 有了财富 有了比较好的 庄严的身相 那个时候 尤其是在他旁边 有一些智慧不高的人 不断地给他吹捧 不断地给他点赞的时候 他自己最后都是得以痒痒 很容易到傲慢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 他快乐没有转为道友 如果快乐转为道友 我现在一个领导有什么 什么了不起的 我上面还有那么多的 比如说我们有些领导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你得了副科长 副科长很厉害的 科长没有来之前 科长来了以后 他讲话都是比较 所以这个人应该是 陆续发效应的话 你们随便时间 有时候看看 那么这个当中可以看出 我们很多社会的现象和一些影子 有一些现象 这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确实容易堕落 或者容易成修道的障碍 《大智度论》当中也讲 若人侥幸自高 自发发水不如 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傲慢的山上 不可能停住功德的水 如果人特别的骄傲自慢 这样发的水不可能融入在人当中 所以应该可以这么讲吧 如果自己快乐 不会转为道友的话 那表面上看来什么呢 这个人很成功的 但实际上自己在堕落 麦彭仁波切也是讲过 说我们轮回当中的一切 实际上是如梦如幻的 那么父也不要傲慢 谁摔也不要缺弱 或者微信 当我们富贵的时候 也不要傲慢 这样世间的妙语 有什么可了不起的 你应该这样讲 我虽然有一点名善 我虽然有一点钱财 那有什么的 这个没有什么的 我比什么什么世界束缚的钱 还少得多了 虽然格子高一点 但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然后我虽然最近稍微好一点 但是在轮回当中 我今天很好 明天我不一定是很好的 尤其是傲慢的人 下一辈子或者下半生 堕落的也有很厉害的人 以前佛经里面有一个比丘 有一个老比丘 老比丘天天都是扫地的 但是其他有五百个出家人 五百个出家人当中 他那个老比丘是最可怜的 最可怜的话 他可怜在什么地方呢 大家都亲见他 他自己也是特别笨 他念多少遍 连一个偈颂都背不会 然后大家都看不起 但后来有一次 好像国王共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佛陀知道 那个老比丘度化的时间 已经到了 这个时候佛陀就显现成一个殊胜 老比丘觉得 这些那么多人亲见我 我应该自杀 他就跑到那个树边去 准备自己调自调 那么这个时候 殊胜就开始呵斥他 你自己自杀有什么用呢 你应该自己好好地忏悔 你以前假设的时候 你是一个三藏比丘 你为什么现在这样 当时是因为你亲满很多人 后来他忏悔以后 实现佛的身相 然后给他传授佛法 后来他就得到真谛 得到真谛以后要求他 到王宫去当手座 他说我不敢啊 这五百个人肯定是看不光我 佛陀说没事 你给他们讲法 五百个比丘到王宫里面的时候 那个老比丘也是跑到上面去走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开始又看不去 下面都开始对他不满 但是因为国王在那里 他们都不敢 后来他就传了法 传法的时候 因为他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果位 最后他传得特别好 他们都没有想到 他传得特别好 后来他的弟子里面 很多都已经得成就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老比丘以前是 加世的时候 他一个很了不起的三藏大师 但是他因为亲见很多人 即生当中变成弟见的 因为他当时传了很多法的原因 即生当中也有他成就的 他这些五百个弟子 以前也是好像他的弟子 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即生当中 也是稍微有一点功德 财富 也不要心里特别的开心 其实真的轮回当中的很多痛苦 也没有什么可靠的 这种痛苦的后面 还是会有快乐的 我们快乐的时候 也不要特别的傲慢 当你今天快乐的话 明天可能你身体不好 明天你名声没有了 明天你财富没有了 变得很快的 就像我们的天气一样 天气就是万里无云 特别开心了 今天天气特别好 不能这样的 一会儿可能是下暴雨 下冰雹有可能的 然后下暴雨的时候 好冷 现在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 那不一定 一会儿可能是天已清了 生活也是这样的 人生也是这样的 所以应该说快乐和痛苦的话 我们都不要特别地去在意 这个是这样的 下面讲 帕丹巴尊者也说过 人们往往很容易应对痛苦 应付痛苦 而很难应付得了快乐 帕丹巴的教言很好的 我们自己很努力的话 也许遇到痛苦的时候 我们可能可以对付的 我们也是 有些道友真的是 遇到痛苦的时候 特别坚强 那个时候他就更加淡定了 其实真的人遇到痛苦的时候 还是看出来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有些人那个时候 马上有智慧了 马上有能力了 也帮助别人了 我们有时候 平时对他的希望都不是很大的 但是遇到那些时候 有些人可以说涌现出来 这样的 有些人痛苦的时候 他很坚强的 但是遇到快乐的时候 他就撑不住了 因为快乐的时候 自己都很容易迷失方向 你觉得 我现在一切都很好的 过一段时间 因为妙语对凡夫人的 余妙对凡夫人的吸引 或者是诱惑特别强 所以有些法师修行 以前特别特别苦心的 一旦他有了名声 有了财富 有了别人对他的恭敬 供养的各方面 这样的时候越来越好 有些法师都是这样的 一般我以前穿过的有些法师 以前在求行过程当中 很愿意苦心的 后来带着弟子 左边右边都装着大护肤一样 看了以后都是 哦 我来了 我在那边弘法律生 还行 中国对我的支持也不错 还是跟以往完全不同的 但是这样到底真正能不能弘法呢 也不好说 因为心里面有傲慢 有一种自己特别成功的 然后这个是我的大弟子 那个是我的另外一个大施主 他们好像有科学家跟对话 我也是对 其实他自己一点都不懂科学 这样的 这种人还是不知道 到底真的是应付困难 还是应付痛苦 可能人们真的 以前文革期间 有些高僧大德那个时候 完全都是可以面对那种痛苦的 但后来政策开放以后 宗教自由 最后有很多人对他的供养 后来还俗 也是下场比较可悲的 在藏地也有这样的案例 当我们人遇到痛苦的时候 有些人也不能对付 不能转为道用 有些人痛苦还可以 但是快乐确实是不行的 遇到快乐的时候 他最后就堕落了 这种现象应该是有的 其实不随快乐而转的这种 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不随快乐而转的话 这确实是不容易的 所以说我们经过多种途径 来观这些快乐 实际上是无常的 实际上是痛苦的 这个真相 而且这样的快乐 通过快乐生起大远离心 力求消除防疫的心 这个很重要的 通过各种方式 就像《中观宝门论》当中 讲所谓的快乐 实际上是痛苦的一种伪装 是分别念的一种假象 《中观宝门论》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嘛 《中观四百论》当中 其实快乐实际上是痛苦的 为什么呢 因为快乐都是变化的 当它失会的时候 人们都觉得是痛苦的 痛苦很多方面吧 或者说当我们快乐的话 这个快乐实际上 也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 因为世间的这些快乐 在思数当中来讲 就像是如幻如梦的 生意当中是毫无所得 应该通过多种途径 讲自己的快乐没有什么可靠的 就像《佛本行经》当中也是讲 天上人间的世界为不适 天上人间的快乐 实际上我们看着应该是不适时有的 观世如欲习 有心皆空无吧 我们应该要知道 世间所有的这些快乐 就像愈热的游戏一样 虽然是有心 但实际上用你的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全部都是空性的 无有的 没有 毫无 连他的名称也是很难以成立的 这种道理我们也应该可以通过 多方面的思维方式来 世间人间的这些快乐 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可信赖的 这样的话 当你特别快乐的时候 你也觉得这个快乐 并不是特别的 值得我们执著的 这样的道理也很明白的 应该认识它的真相 甚至对整个快乐而得 世间的游乐这些快乐和这些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特别地去执著的 《初遥经》当中也是讲 时日已过 明则遂见 如少遂欲 四有何乐 我们的这种快乐 实际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可执著的 过了一天一天的话 实际上我们的生命 也是一天一天会减少的 就像有一个赤字里面有一群鱼 它的水慢慢干了 这一群鱼有没有什么值得快乐的 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当中 过了一天 我减少了一天 比如说我有三万天 过了一天 我的寿命当中减少了一天 那这样我有什么可傲慢的 就是观在屠宰场的那些牛 它虽然感觉很快乐的 但是有智慧的人一看 哇 你今天都是虽然快乐的 但是很快的时间当中 你也是保不住命的了 赤字里面的这些鱼 它的泉水都已经断了的话 虽然你们这些小鱼有来有去 觉得很快乐的 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快乐的 因此我们如果动到了 世间有落的真相 这个时候你也觉得 不会特别地傲慢 也不会特别地把快乐 当作一个非常实有的事情 不会这样的 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 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我们对轮回也产生厌离心 自己也会好好地修行 也不会那么放荡 散乱 或者说自己特别地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 不会这样的 同时并且也应该这样思维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应该这样 虽然世间当中所有的快乐 幸福 它的益处是微小的 世间当中的这些快乐也好 幸福也好 它给我们带来的确利益是不一定大 也许可能痛苦好一点 还有它许多过患也是项链的 世间当中的这种快乐 看起来好像是很可爱的 特别有意义的 但实际上这些快乐 比如说你世间当中的财富 金钱带来的快乐 它也带有很多的过患 感情带来的快乐 它也有很多的过患 还有我们的地位也好 或者世间当中的任何一个愚妙 所带来的这种快乐的话 实际上它确确实实是 在它的背后 跟许多的痛苦 许多的过患都连在一起 但是我们因为这样的原因 并不是所有的快乐都要抹杀 全部抛制脑后 也不应该这样的 但是一些快乐也有功德 人世间当中 我们佛教是不多两边的 不是完全说 人很痛苦的 有些人写的是苦才是人生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应该还有乐 知道吧 应该还有一些快乐 这种说法才是比较重道的 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佛陀曾经也是这样说过 因为痛苦失去自由的人 极其难以修菩提的 比如说 关在监狱当中也好 疾病产生的人也好 或者财富 连一个生活费也没有的 那样的人也好 或者说自己无根不全 这种残疾人也好 凡是失去很多自由的那些人 确实修行特别特别难 因为他要想真正地修行的话 连基本的自由 基本的自聚 基本的生活都不具足的话 确实修行也是难 有些人很想修行 但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因为工作的原因 因为自身的很多很多障碍 有些人其他都遥养具足 但是因为自己可能信心不足 这也是一种没有自由的 心不堪能嘛 没有自由的 那这些人来讲 佛陀也说过 修行很难的 拥有快乐者极容易修行菩提 特别快乐的 吃的也有 穿的也有 心态也是很好的 长得也不错 还有跟人际关系也是很好的 什么都已经具足的 这种快乐的人他还是修菩提 也是很容易的吧 有些修行人真的也可以这么说吧 连住的房子也没有 吃的也没有 很多条件都没有的话 你都很努力很努力 到最后都没办法听得住 最后就哎哟 我这辈子没办法了 太苦了 因为我前世造的业吧 我太穷了 没办法的 有些真的有这样的 财富方面也是一样的 有些一点自由的权力都是没有的 别人完全都是已经控制住了 所以你去一个道场里面修行的话 可能一个礼拜的家都是没办法得到 所以这种也是可以无自由的人 这些人很难修成不停的 很难修成 而且反过来说 自己有一定的空间 自己有一定的自由 有这样的人 心也是很快乐的 那种人 真的还是有修菩提的机会 所以说 我能这般快乐的修行正法 实在是太有福报了 有些人自己也觉得特别满意 就是我这个不管是听课也好 我多少年 多少年学习佛法 我家里也是特别支持 亲朋好友对我也是特别好 我自己也是有一点积蓄 再加上我信心也是比较不错 对谁都不会容易产生邪见 我现在什么都具足 就是我这个大圆满的 大车大悟的话 你还有一天两天的时间 所以自己还是特别觉得 自己应该三宝的加持也好 前世行善的结果也好 自己觉得非常有意义 这样确实也是会有什么呢 会有这种 啊 会有方便是吧 所以自己觉得很有福报 实在太有福报了 此时要尽可能用这种快乐来得到正法 而且修行当中也能生起 持续不断的快乐 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自己前世的福报也好 即生当中还是有修行的机会 因为有了这样的话 以这种快乐 这种快乐并不是 现在很多世间人 虽然有财富 有条件 有各方面的因缘 但是把这种快乐 不会用在正法上 不会用在有意义的 弘法灵声上面 他可能会用到造业 散乱 做各种各样的 一些无意义的事情 世间的很多人 虽然有一些快乐 但是这个快乐 不会做成量性虚幻的 做一个更好的徒子 你可能把这种快乐 带来的这种快乐是来自不易 但是这个快乐 现在还成什么呢 痛苦的因 世间人很多都是这样的 但我们不应该这样的 应该是把这种快乐 能获得正法 如果获得正法的话 而且修行当中也生起 持续不断的快乐 因为我前世的福报通过快乐 已经获得快乐 而我获得快乐以后 我要快乐当中不散乱 还是不要许多 应该很好地去修行 如果我一直不好好地修行 自己整天都是处于一种 刚才前面讲的一样 不自由的 或者自己约束的 这样状态的话 其实你的苦行也好 可能世间的智慧都是不能得到的 佛说《行战》当中也是说过 身皮苦行 起行有吃乱 如果身体一直苦行 没有自由 非常折磨的话 连身心都会扰乱的 上不生食指 狂能超诸根 连世间的智慧都是不能生起的 更何况说是出世间的功德 所以我们拥有这般自由和 拥有这般快乐的时候 一定要得到法 而且得到法 先从世间的知识开始 然后获得了出世间的智慧 还有正念等等 这些出世间的诸根 那么以这种方式 使正法和快乐 而则相互相成 依靠快乐获得正法 因为修正法也将来获得快乐 这两个是可以说 互相都成为一种很好的因 变成了相辅相成 好像有一个佛经里面说 若乐修诸善 那么得最上快乐 如果我们乐于修诸善 修一切善 那么得最上乐 最上快乐 因此我们如果 现在我想很多人应该可以这么讲吧 至少有听法的机会 学法的机会 这个真的很难得的 我自己是这么想的 一生当中可能自己 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我总认为 闻思修行应该是最大的福报 我们依靠闻思修行 应该一次这个因缘 将来也一定会获得快乐 因为那个时候 你前面的灯流国也好 这种灯流国的因缘 将来又拥有什么呢 又拥有行持善法 又可以获得快乐 如果我没有这样 我先造恶业的话 那就一直辗转 在轮回当中受苦 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我们拥有快乐的时候 不要太执著 但是这种快乐 一定要用到佛法方面 我们在座的各位 今后每个人人生的下场是什么样的 很难说的 都是随着大的一种因缘和业力来支配的 但是总的来讲 哪怕是一年当中闻法的机会 哪怕是十个月当中有闻思修行的机会 自己应该觉得在我的生命当中 应该是最有意义的一段 最精彩的一段 应该这样来想 因为当你拥有的时候 很多人都确实是 当时是不知道的 比如说我们父母健在的时候 你都根本没有感觉 他们好像给我的父母 但是一旦父母离开的时候 你觉得 那个时候我是很幸福的 一旦我们拥有这种法乐的时候 我们都可能不知道 一旦这种闻思修行的机会没有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觉得 哇 那个时候应该是很快乐的 确实会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拥有佛法快乐的时候 大家应该值得珍惜 当场应该认识到 这一点很重要 否则就像木器当中烧水一样 刚开始的一切最终都当然无存了 刚开始的时候 应该是有快乐也好 有闻法也好 这样的 但是你没有珍惜 没有把自己的快乐跟正法 没有相互相成 你没有不断地行持善法 可能刚开始你有一些快乐 但是因为当时你造了恶业 发了恶缘 行为各种不如法 这样的原因 到最后你的快乐 因为你的快乐是前世的一种意义 这个已经用完了 然后你再没有 像我们充电的话 昨天充的电 今天你再没有充的话 就全部都已经用完了 就没有了 就像我们木器当中烧水的话 到最后木器也没有 水也没有 因为木器烧完了以后 水肯定倒了 没有的 最后它的能一所一 全部都没有一样的 我如果没有依靠这种快乐 转为道用 没有依靠快乐来行持善法 到最后一切的一切都是 不像最初一样的 最初当然无存 我们有些人 修行人确实是刚开始的时候 也特别精进 很努力的 但因为后来可能是依靠一些其他的外缘吧 有一些可能恶友也好 恶环境也好 或者恶习气各种各样的话 刚开始是很好的 到最后下场是很悲惨的 我们很不愿意 哪怕自己修得不是很好 但是在修行当中不要退失 修行当中以这种状态来 过自己一生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否则你刚开始的时候 很了不起的 行持善法 各方面都是样样具足的 但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整个下场特别可怜 我们不希望这样的 一定要跟正法相应 这个还是要平时的祈祷 平时自己的行为一定会有关系的 所以得到什么快乐呢 就需要修行正法相结合 而取得取手他的事业 所以当你快乐的时候 比如说我去刷把子 然后刷把子就是快乐 快乐的话 心里面想 我今天的快乐 我希望三界众生还有很多需要得到的 我要回向给他们 一定要让他们也得到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我们简单的一些修法也可以 比如说我今天得到一个好吃的东西 然后我如果能分享的话 哦 这个很好吃 你要不要你再吃一下 这个臭豆腐 我特别喜欢吃 要不要你也尝一尝 就这样 你自己想的时候 不仅是你自己真的想 你自己想 还要想到众生 如果你有点舍不得的话 有些道友说 我这个舍不得你 但是我观想给你啊 这叫观想吗 我这个舍不得 但是我还是观想给你 你就观想就好了 这个是快乐跟修行正法相结合 快乐真的跟修行正法可以相结合的 你就可以 比如说你今天我特别快乐 特别快乐的时候 你把这个快乐 我们一般前辈的大德说 快乐也不能浪费 痛苦也不能浪费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快乐的话 你没有把修行正法 你快乐的时候 你想 虽然快乐 但是这个是无常的 这个快乐是上师三宝赐予我的 这个快乐希望很多的众生 如果他们得到的话 这个快乐就不会浪费了 就是游泳了 然后你痛苦的时候也不能浪费 痛苦的话 我现在特别痛苦 然后怨恨 抱怨 或者怨天游人 这样的话 你这个快乐 痛苦就浪费了 你痛苦的时候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啊 这个是也许人生对我很好的 也许他背后有病魔 感恩这些病魔 我今天很痛苦的 其实轮回当中有很多的众生也这样痛苦 愿他们早日获得快乐 比如说别人给我打一针 打针的时候 刚开始我有点害怕的时候 哎哟 今天我要接受众生的痛苦的话 打针的这种痛苦我还是用上了 没有浪费 所以一般前辈的这些大德 不论你在生活当中感受痛苦也好 感受快乐 都是用上 我们世间人痛苦的时候就哇 啊 啊 就这样 然后快乐的时候哇 啊 啊 啊 除此之外 他也没有任何更生的一些修行 修行人应该是不同的 他当遇到快乐的时候 噢 世间的快乐如梦如幻的 今天我很快乐的 但实际上 我们有时候去草地上 刷把子的时候看到 我往往都是在草原上漫步的时候 经常看到一些牦牛似的骨头这些 然后一想的时候 噢 今天我的身体也是这样的 曾经这个牦牛在草原上 也是这样做过的 但是到一定的时候 我们也是这样 有时候真的产生很深深的 严厉心也好 失望无常也好 我的这种快乐 一方面看 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人 真的有问题 本来很快乐的 怎么看到一个骨头就悲观呢 可能会这么想的 但实际上修行的话 我觉得修行方式应该是有很多的 快乐的时候也应该跟修行正法相结合 痛苦的时候 修行正法相结合 那天不是讲的七种修法吗 这就是什么呢 《中观宝满论》的意趣 《中观宝满论》当中 什么相财 今世乐 食财 踏实乐 享用财富的话 今世当中快乐的 然后不食财富的话 踏实当中快乐的 还有什么 食愿和基督 必当一食愿 十苦恨修行 《中观宝满论》当中讲 食愿也是很多的 有些生愿也变成食愿 所以我们很常要修行 我们现实当中一切的一切 都可以修行善知识 《中观宝满论》里面还有很多的 我们的快乐和痛苦 都结合修行的 这样讲的比较多 这些都是《中观宝满论》当中的意趣 即便快乐 但由于没有认清它 结果不会成为修行正华的随缘 当我们听法也好 当我们什么的话 我很快乐 如果我们这个快乐 没有认清它 它就不会变成了修行的随缘 比如说你没有病 非常健康 你有一定的钱财 各方面你很快乐嘛 但你快乐的话 你如果没有认识到 快乐不能浪费 快乐一定用在正法上 如果你没有这样 其实快乐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仍然希望有一个意外的快乐到来 一直忙碌 世间的琐事 而许多人生 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人一切都是具足了 什么都有了 但这个时候还不满足 还要想得到一种快乐 如果别人问你 你快不快乐呢 你应该回答说 什么时候你是最快乐 你应该说 我现在是最快乐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切的拥有都有 我有健康的身体 我有正常的心态 我有丰富的自具 每个月都是最近我发了一千五百块钱 所以我还是可以拥有的 应该很有 然后我还有什么呢 我还有在整个蓝天白雨下 自由 什么样的都有 如果你没有这样想 我现在都是不快乐 但是我希望以后应该很快乐的 现在世间人大多数是这样的 你快不快乐呢 我现在是不快乐的 但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 我现在正在跟某个人合作 那将来我觉得 按照我现在将来的预算 计划 规划 这样我想肯定是变成 像转轮网一样的 应该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 但这样一直是患得患失 一直是有一种希望的心态当中 许多人生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别人问你快不快乐的话 我要快乐 你有没有一切呢 应该拥有一切 否则我们的欲望是 无有限制的 以前有一个叫做定生王 我如伦王 他整个三界所有的财富都已经拥有了 但是到最后 他就跟第十天一起 然后平起平坐 后来他还是不满足 最后落到人间死了 它也许是一个传说 也许是 佛经当中也是有 定生王因缘经 佛经里面有 这个因缘经里面说 天与妙珍宝 愚者无焉足 天上降下了珍宝 但是愚者是没有满足的 愚苦无有乐 慧者应当之 愚者是没有一个满足的时候 所以有智慧的人应该知道 我们每个人的身份 不一定相同的 每一个人的福报 不一定相同的 所以你拥有的是你的福分 我不算特别富裕的话 说明我的因缘 我不是特别富裕的这样一个人 你应该心里想 我现在已经拥有了一切 你如果长得不是特别好看的话 其实你以为福报了 已经可以了 应该自己有这样的一种满足性 那才是对的 否则我们世间人真的是 一直觉得自己要缺什么 一直觉得自己不满足 一直人生当中追求追求 最后追到什么呢 很难说 这是一直忙碌 一直忙碌 一些饭多的琐事当中 虚众人生 为了对治这一点 要时时刻刻结合什么呢 修行法养 一直执着地赶路 所以我们要对治这样的事情 一定要时时刻刻地跟修行妙法和自己的行为相结合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一直什么 我们昨天也用《一教经》的一些教证吧 知足之人有为安乐 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 以前那个念词大师吧 他说是 人生解知足 烦恼一时出 我以前也用过吧 人生如果了解知足的话 所有的烦恼就一时间当中解除了 我们只要有知足的心 真的人还是满足很需要的 啊 我现在已经可以了 不管怎么样 自己有一种 当然西方有一些经济学家 他们认为我们不能有满足感 以满足感 你就没办法激发自己的潜力 你一定要有不断地追求 不断地向前的 这样的一种愤怒 努力的一种意乐 他们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膨胀欲望的精神 实际上你再怎么样 满足我们的欲望是很难的 所以到一定的时候 自己还是要自足 但是你要不要奋斗呢 奋斗是可以的 尤其是在一些钱财 金钱上面 到一定的时候 你再奋斗也是有些没有用的 所以龙猛菩萨也是说 自足无财 正负欲 如果自足的话 即便是世间的有漏财富没有的话 你应该是很快乐的 应该是很富裕的 所以知足真的是一种甘露 我昨天讲的 所谓的知足不一定是金钱上 很多方面包括地位也好 包括世间的各种各样 有过患的这些妙语 最后到一个自己还是满足感 自己对自己有这样的时候 心态自然放松 心态自然放松的话 很多的顺缘分支它来 自然而然来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 越来越追求 越来越贫穷 这方面应该是很多人的亲身经历 也可以了知这个道理 那么这是虽然还有 依靠一念三宝的恩德 还有修行菩提心的教言来 使快乐转为道用的 其他方法比较多的 意思就是说 还有其他 我们快乐转为道用的话 比如说 依靠三宝的恩德 我今天所有的快乐 上师三宝对我赐给的席地 对我的加持 我好快乐 念寒冷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温热的眼光 吃热的时候 获得一个凉快的风 这些也是依靠上师三宝的加持 这种快乐转为道用 用一种感恩性来 转为道用的方法也有 还有一些菩提心的教言 因为修菩提心的原因 自己相续当中 获得了一点一滴快乐的时候 这就是我一定要赐给众生 我一定要利众生 菩提心的教言 一般自己拥有的这些快乐 全部都赐予给所有的众生 感恩三宝的话 我拥有的这些快乐 要汇报给三宝 这是三宝给我赐予的 这种也是实际上是快乐转为道用的另一种方法 我们刚才讲是快乐转为道用跟修行结合 当然修行结合跟痛苦转为道用的方式比较相同的 我们不能傲慢 快乐的本性是痛苦的 快乐的本性是无常的 快乐的本性是空性的 苦空无恶来观修 在这里面主要讲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快乐就不会傲慢的 我快乐有什么傲慢的你今天快乐 明天不一定快乐 你所谓的快乐都是虚面而已的 所谓的快乐也许是痛苦的因等等 这样的时候我们不会叫慢的 所以这本书里面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当然还有通过甘安三宝 还有菩提心 还有高僧大德的其他的一些教言 快乐转为道用的方法也是比较多的 但暂时就讲到这么多吧 这个丹宾里面说他可能有比较忙 本来还比较多的 但这样多么多 当然快乐转为道用跟通过转为道用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就像修断法者远离人群一样 先到寂静地方去 然后结合极致经障 供慢者 积累资粮 供护法 还要念百字明 念金刚萨埵 念金刚萨埵四十万遍等等 极致经障来修行 就像如痛苦转为道用一样 这个修法完全是一样的 那么第二 将胜义 胜义转为道用的方法 跟前面痛苦转为道用的方式来了知 这个跟前面一样的 快乐也是在胜义当中 通过四边观察 自身 他身 共身 无影身观察 快乐也是连一个他的虚名也不成立的 更何况说是真正快乐的本体 在胜义当中 确实所谓的快乐是了不可得的 不可思议的一种经济 那这样的话 怎么快乐存在吗 昨天我讲痛苦存不存在 你们都说不存在吗 在胜义当中 我担心有些没有学过中观的人 举手存在 但是昨天还算是可以的 我回去以后想了想 我们有些可能还是学过中观的 不然他认为真的是存在 那这样的话 大家都比较尴尬 胜义当中存在痛苦的话 那就有点 我也不好说 举手的人也不好说 但昨天没有 我相信今天快乐 胜义当中也是不会有的 连他的虚名也是不存在的 这样的话 我们对快乐有什么可执著的 胜义当中也是不存在的 这个世俗当中 快乐也是容易变的 当我们快乐的时候 也是不要斗意扬扬 不要自己觉得 我很了不起 一直傲慢 这样的话 真的是 可能修行也是不成功的 再加上可能造了很多恶业 到最后的下场 自他都可能不愿意看到的 所为一个修行人 当他快乐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淡定 当他痛苦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淡定 但是他最关键的修行 利益众生的事情 从来也不会放弃的 这就是真正的修行人 并不是今天因为痛苦 一直哇哇地哭 哭的时候他的眼泪已经变成 比印度洋还多 快乐的时候 开心地笑 他的笑声 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众生都听到了 第十天都是有点害羞 这个人为什么笑得 这么这么开心啊 他们都是捂着耳朵 能不能他停下来 不然他的声音太大了 我都已经受不了了 所以第十天都有时候 有点受不了了 这样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吧 一会儿乐 一会儿乐都不行 一会儿哭都不行 这种人可能不是很好的修行人 所以人任何时候都是哭和乐 这是比较强烈的感受 在这两个感受出现的时候 自己要淡定的 以修行来转为道用 这是最好的 后面还有一部分 我们明天讲完 那么快乐在船时学 rede的感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